You can do anything, be anyone 以元宇宙为题材的电影一集玩家将元宇宙世界化为真实景象 元宇宙浪潮席卷全球 由数位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与白丝带关怀协会 举办2022数位创世纪学术与实物研讨会 多面向探讨元宇宙对传播产业带来的影响 这一次2022数位创世纪学术实物研讨会 是由白丝带关怀协会还有政大的数位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一起办的 那这也是政大的这个大学社会责任计划 希望能够关系目前元宇宙整个的发展趋势 对于传播产业到底会有哪一些的机会跟挑战 所以我们为期这两天的研讨会的内容 除了有四场有关于元宇宙在月听图像 或是在讯息策略 甚至在社会和结构法规上面的一些探讨之外 那当然在我们5月7号有特别邀请大法官蔡明成 来谈到整个数位时代在智慧财产权 还有在创意甚至在言论自由这当中的一个平衡点 那当然我们在这两天也特别邀请了台湾的广播电视 这些很主流的产业来关心元宇宙对于台湾未来产业发展 还有在月听市场可能产生的一些应变跟策略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邀请产观学界代表语谈 从产业与内容创新到节目行销与平台建立等面向 进行学术与实物面的交流 我们这两天的研讨会因为有邀请到广播电视和网路产业的 这些从业的专业人员 那也有邀请到公布的代表 还有关心这方面议题的学者专家还有研究生 那我想大家都在关心的就是科技产业和游戏业者 一直提出元宇宙这样的一个想象 那到底落实在真正我们一般人常常使用的影音产业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那这当中在节目影音行销上面 甚至在网路上面的一些安全所碰到的挑战会有哪一些 那甚至在整个的社区的在地的一些数位美感的一些影音的搜集上 可以有哪一些呈现 这就是我们这一次两天的论坛想要关心的一些主题 被称为下一世代网路的元宇宙 正如同过去网路浪潮般席卷全球 除了跟上科技的脚步 传播产业也要做好准备 记者林习惠 台北报道 才是爱的